这个柯文哲他昨天讲的了 他说我的账目一定比蓝绿干净 我们民众党就是太诚实 你听了之后做何感想 以及他说他下礼拜针对木可的问题 钱没有流入私人口袋 钱都在 他会开记者会一次交代清楚 你相信吗 不相信啊 而且这逻辑不是很有问题吗 木可跟柯文哲如果没有关系 请问他凭什么开记者会 来公布木可的账户 没有关系 我要马上关起来捐出去 不是跟你没关系啊 公司的名字叫做谁 负责人叫做李文娟 你柯文哲又没有账户 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明天你下礼拜要开什么记者会 你要拿什么资料出来 这逻辑不是很奇怪吗 你如果真的要拿出东西来的话 第一个你先承认说 木可就是我只是去开的 李文娟是假的代表人 其实实质控制的人 就跟徐福所说一样 都是我柯文哲 你把所有的账户 然后把银行的账户全部都公开来 那我才会相信啊 不然你只是一个嘴巴 谁会相信 这就是跟这个面对假账这件事情一样 他就说什么 我告诉你啦 我就是报得太认真才会爆出问题 蓝绿啊 比我更烂 所以他们都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报得不认真 这真是莫名其妙耶 现在出事的只有你 而且你的出事问题 其实很简单 在柯文哲第一次选市长 第二次选市长 他的后面这一张 所谓的会计师签证 完全都没有问题 收多少 支多少 然后银行账户 跟所谓的现金完全是可以对上的 他选市长两次看起来是都好 是 但这一次他的选举很简单 就是他的收跟他的支 减下来之后 他应该要剩六千万 他的账上应该要剩六千万 结果他的银行账户只剩下三千万 这中间就有两千七百万的落差 你告诉我他去哪里就好了吗 你为什么讲不清楚说不明白 从八月十号到现在讲不清楚说不明白 而且这两千七百万还要再加上 尼奥跟时乐所说他被冲的 被多报的九百六十万 所以多已经三千多万不见 而且你要知道 他这个收入里面 是不是有一些支出 他光支出到木可 是不是已经有三千七百五十万 对不对 他已经想尽办法 把他收入处理掉了 我就姑且都相信 你给木可的真的都是木可帮你的 他都理所当然应该要领的 可是你光现在账上 尼奥说我没有拿到 值了我说没拿到的九百一十六万 再加上你短差的两千七百万 三千多万 你到现在讲不清楚说不明白 然后一直是去讲说什么 蓝绿作战啊 蓝绿啊很烂啊 我告诉你蓝绿烂不烂不知道 但大家都知道你很烂 而且你到现在还在顾左右而言 他连这种短差的部分都没有讲清楚 说不明白 另外他说 大家没有怀疑我的诚信 大家都在怀疑我的自国人力 我真的很想问柯文哲谁告诉你 所有的人 求真名掉 我不知道 你哪里来的自信 所有的小草的愤怒 不是就是你的诚信吗 很多的人都讲啊 那个台南的党员不是还想说 我去年去用钱 跟你买的捐款小物 到现在我连收据都没有拿到 八票都没有拿到 这就是诚信问题啊 你为什么可以完全没有看到 然后继续顾左右而言他 我真的觉得这真的很夸张 那一个要当诈骗集团的头子啊 真的要把自己的话 内话到自己都相信 讲谎话都要脸不红气不上 他做得很彻底 对他做得非常的彻底 我请问你哦 这个王红威跟徐晓鑫现在在放暑假吗 我觉得他们你是说 他们为什么没有好好查一下 民进党的政治现金 是没有能力查 还是查不出来 不然柯文哲都已经指示了 蓝的绿的都做得比他差 我告诉你啦 这个这个烂账 谁要帮柯文哲去躺这躺浑水 因为这种账记到这样子 因为政治现金做账没有困难 他就是流水账 收多少支多少就这样而已 都可以记到乱七八糟 这就是代表他们 那一套机制是出问题的嘛 所以干嘛这个时候 如果蓝营真的有人跳出来去参加 我觉得那个头脚就破掉了 真的脑袋就有问题嘛 另外我要讲的就是说 木可公司的实质的支配权 柯文哲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讲清楚嘛 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问题很大 不过我觉得柯文哲现在问题更大的是什么 他之前把这个烂账的风波 全部丢给端木镇 得罪了会计师 结果柯文哲不认嘛 发声明出来说我没有嘛 现在因为端木镇 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端木镇 熄不了火 所以现在把他推到50年的同学 李文中身上 李文中后来会不会变成磕黑 不晓得但是我认为他把这些事情推给李文中 也不会熄火 也不会灭火 所以现在呢 听说民众党啊 内部的高层开始打电话 问他们的始终支持者 大支条下 问他们说这件事情到底大家觉得 应该谁要负责 直接就问 打电话去问的人就直接问说 你觉得黄珊珊要不要负责 你觉得黄珊珊要不要负责 所以我认为李文中如果灭不了火 接下来就是黄珊珊 可是呢 我就笑你柯文哲不敢 因为你一定不敢得罪完会计师之后 去得罪律师 你如果得罪律师 我觉得那个电话 走问一个人 这个陈佩奇要理他吗 民进党党庆是不是在火烤柯文哲 真正在火烤柯文哲里面天才火的 感觉不是看上亿豪宅的陈佩奇吗 当然是啊 陈佩奇这一件事情去看豪宅 我觉得是重伤了他的 超重 超重伤 因为我告诉你 因为民众对这边金华城 那边几%容积率 这边政治献金 这边听了没感觉 一听就说为什麽 他重镇10点有材料看一一的豪宅 而且他不只看 他不只看一间豪宅 他还看办公室 他还看 而且那个豪宅不是一一二 还有一间两亿三的 还有另外看小宅 所以总共加起来 如果这样看 总共看了四间 而且这四间的价钱加起来 小草真的眼睛都掉下来 每个人去跑这个外送 然后好不容易捐给阿伯的钱 变成阿伯拿来要帮儿子买房子的钱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重伤了他 而且陈佩琪看豪宅的方式 还有他发文脸书的那方式 让人家觉得是什么 你知道吗 是土豪 是土豪才会有这种霸气 你知道吗 我满手现金 对啊 我满手现金 我没得看啊 没不知道怎么花 我就去看豪宅 因为真正有钱的权贵或财团 不会这样看房子的 也不会到处杀地 什么夏日微风凉凉 没事去 不是不知道路 就忘记豪宅 我告诉你 好 有钱人不会这样买房的 不要再说你进入空潮起了 因为你已经是被认证叫做三宅一生了 不是空潮 你即将要三宅了 他有一个新竹的农地 所以我现在叫做 柯文哲也叫做有驱逐正义 这件事情你们民进党有评估过吧 整件事情 我发现民进党也没认真打 都是电视节目在打 你们民进党在干什么 放暑假吗 都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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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他 民进党不用太认真 谁能做 因为这个大家都听得懂 大家都看得懂 柯文哲住了这个房子 我们最近也不知道多少钱 他今天说六千几万 这个金山南路这六千几万 他用他儿子的送给他儿子的 这个杭州南路二段 他说这三千几万 没电推 没电推嘛 这农恩团的农地说还没分割 所以笨笨的也不知道多少钱 他说可是这加加起来 一亿两千万OK啦 没什么问题 正常的人买房 不在想说中六现金的啦 我们在想说这几千万 那我们的自备款多少 交友多少 签台数多少 最后贷款的时候 一个月多少嘛 正常的人是 可是柯文哲现在这家的房子 都没贷款 第一 他都没贷款 第二 他现在要把这家买掉 要去买新的 他头部里面也没想贷款 很厉害的 你说一亿两千多万 他有法度这样想事情 小吵也感觉很奇怪 可是他说我就是有钱了 不然呢 我有钱了 你选举钱一直没有钱 一直要我们两百块不嫌少 你选举钱那么穷 为什么你现在直接就说 我们不装穷了 我们两个医生就是买得起 对啊 我就是有钱了 为什么选后不装穷了 台大医生 我们三十年两个 老婆 买医都刚好而已 有什么问题吗 不用装了 不用装了 他就没 意思是说 现在没有要抖内了 就不装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是有钱了 不然你要怎样 这有时候要听起来 我三十工作 台大毕业的医生工作三十年 坦白讲我不用装穷 本来就买得起 现在房子卖六千多万 杭州南路 新竹农地是够的 最后又补一成功 新竹农地 不会像赖皮疗拖着 没有垫民进来 他就难过 不是啊 你这我 我上星期去看的时候 这这种种的 蜂蜜都不会大 那种种架的 蜂蜜都不会大 因为他肯定是 那种食材 那种架头啊 什么一些废图 不是美帝 对 哪有 人长到问的时候 不可能啦 这管理会太贵了 我的什么月退 月退领的钱 他月退他会领八万块 他领到八万多哦 他最贵的 公布今晚最贵的 他母也八万 我们还用五万算他呢 他母也领最贵的 都八万块嘛 两个交到差不多十六万元 所以这管理会听说万几块 这个是他是可以付得起的 就说够够够够 今天就说 没有啦 我们其实也买得去 好 然后呢 他的现金 可是他现金只有两千多万啊 你看哦 他22年到23年 一整年他增加了多少 两百多 两百多 合理嘛 合理 那他现在是增加多少了 为什么已经可以看商议豪宅了 对 就是说 如果他讲说 我可以贷款 然后我现在自备款多少 我有多少现金 可是那个有多少现金 这件事情也超乎 我们的想象 所以他去做财产申报 做财产的时候 月薪算上的大家 都觉得很奇怪 我刚才看到一个新闻 说民众党台北市一位党团 下个礼拜要办一场 居住正义的座谈 欢迎大家参加 那四个议员要办居住正义的座谈 你就教我怎么从政十年 可以买上亿豪宅吧 就教这个就好 上亿豪宅的居住正义 我補充一个 说什么 没有人要帮他查账到的 会计师没有人的 我跟你说 我公开说 我早就说了 我帮你找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 我帮你找会计师 只要我付钱 你把你的小高材 然后我叫会计师去查销 24小时全程直播 但是我实在不明白 他的小甘不是在调查局那里吗 他不是六小去找木槿了 所以他为什么又说 这整理好了 你看他的邏輯 说我六小去找木槿了 结果去找木槿 就去找木槿 用的一个什么960110 他是不是又拿出那个收骨 那收骨正本 嗯 收骨正本啊 所以这个没有被六小木槿 没在那里 他这几天又在说什么 他那个黄珊珊 只是想说 这几天我们都还在找 相关的发表跟评计 你不是都中高级了吗 对啊 到底账现在是怎么回事啊 你到底高级的 你是在诈骗那个调查局的 对啊 不然你现在手头又有鸡肉 嗯 那我们最近如果去查说 你怎么还有这一笔 他可能再拿一张出来 说在这里 你到底你有什么东西 所以木槿的账 难道没有被调查局拿走吗 不然他们为什么下礼拜 下礼拜就会说清楚讲明白 许武说有 许武说木可的账 对啊 那你下礼拜要怎么给大家一个交代 通通被拿走 问题是跟他减苏批说得很好 木可的账关于柯文哲有什么事 嗯 木可跟你没关系 所以第一 你下礼拜不可以讲木可的账 第二 你不可以讲那个选举政治现金账 因为所有的凭证 都一条十条 所以你没问题 所以你不能说政治现金的事情 你也不能说木可的事情 他也没有会计师 现在没有会计师介入嘛 所以会计师没有跟你签证 你说也没有人要相信 嗯 所以我不知道你下礼拜 到底开记者会要开什么 那我发现你们民进党 不大认真打柯文哲欸 这是不是有什么策略 没有 这就 那他吊着一口气吗 这就一般网红 像这四叉猫 四叉猫 来处理就好了 要睡进前喔 这样人的人的 就有了 其他政党都不用太认真 站在旁边看就好了